字幕提供 老闆娘 老闆娘我們要去哪裡 你說 我們要去飯店 車 你確定 我沒有跟你講說我要去哪裡 你又知道我們要去哪裡 你剛剛講的啊 去飯店的旁邊停車車 我帶你去 我帶你去開房間好不好 好啊 那我們每次開車出去也去開房間啊 開房間 開房間是自己車上的房間 對啊 我們開著一台房間 往台北市走 對 台北市也有地方可以車輛 我們今天的博點是在哪裡 台北市 在哪裡 城市車輛 城市車輛 其實在台北市有很多的地方啊 各位那個南部的鄉親朋友 如果你們上來台北的時候 來我來跟你們講 我就很好奇 大家說到底要帶我去哪裡車輛 台北市裡面 可以有車輛的地方 當然喔 多的是喔 你看那些計程車 都去哪裡車輛嗎 對都去哪裡車輛 河堤旁啊 這我就不曉得了 他們有計程車的那個 專用的那種休息站 真的喔 那我知道了 我們去 北山門 北山門是流浪漢在住的地方 啊我們就在一溪之間啊 不要啦 我們睡車上就好 我們一樣可以去北山門 看到這個299 普大泳村高中就知道 我們現在在台北市 然後現在這個是宗教橋 對我們現在這種宗教橋 天啊 我等一下在打橋說 我現在要去台北市車輛 前往台北市車輛 不是 你應該拍那個101 拍不到 可以啦 等一下上市民大道的時候就可以 你看 我覺得我一定知道大家說要去哪裡啊 有沒有看到那個旁邊的國旗 國旗在飛揚身為包裝 你看國旗在飄揚 十月到了 十月到了 那個 剛好慶典期間啊 十月慶典 那如果各位有上來 這邊參加跨年啊 跨年喔 跨年還沒有那個啊 現在怎麼在講跨年 要好許喔 雙十國旗 在哪裡放煙火今年 我知道 我們去年在台南 對啊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看煙火 今年嗎 不知道耶 看哪裡有煙火 我們就去哪裡看煙火啊 對不對 那我現在講的不是這個啦 我要講的是那個 那個 台北市的波頂其實很多啊 那為什麼說 這樣講好了啦 今天我在跟我同事在聊天的時候說 阿你以後打算 退休以後住哪裡 選定的點在哪裡 那你就說沒了啊 沒有啊 我有跟他講說 我選定一定是在南部啊 因為家鄉在南部嘛 不是在屏東 就是在嘉義嘛 對不對 那 那 後來有跟他提到那個就是 那小孩如果萬一 不想要回去他們在台北的時候 那我們來台北的時候 住哪裡嗎 住哪裡 對 我不用擔心啊 都不會是在我們的那個 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我就 你看 這個河濱都可以住 都可以住啊 這個河濱 這個河濱對 河濱啊 剛好經過河濱旁 我們就說 這個河濱就可以住啊 你看 那麼多 那麼多地方可以住 那麼多的停車位 對不對 我們走到哪 就住到哪 然後 好奇等等 大叔要帶我們 然後帶個假辣車 對不對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進入 台北市裡面 因為想要去國父金錢館旁吧 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沒有帶腳踏車的話 你看台北市的U-Bike 那麼多 捷運也很方便啊 對 捷運也很方便 對啊 只是停車這個點啊 那現在 台北市喔 交通其實很方便 除了離開車 因為呢 如果衝浪不上來 你會覺得在這裡 車是一件很痛的事情 不會啊 不是我意思說 他來不熟 會覺得 車位很好 其實現在不會 因為現在的台北市的大大 大街小巷 停車幾乎都是要收錢 那這樣子 收錢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 以前那些小巷內的停車格 都被是佔滿了 現在都不會 對 現在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在台北市停車 已經變得非常方便了 除非是停車格比較少的地方 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對不對 那來台北的話 基本上 你也不用自己煮 喔 到處都有很好吃的美食 真的喔 那我們等等去哪裡吃宵夜 真的喔 河濱吃宵夜 真的喔 河濱吃宵夜 你看 你看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 河岸景觀第一排 那邊一邊多少你知道嗎 這裡 八十萬 台北 台北 台北現在怎麼這裡一邊多少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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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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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看到 抱歉喔 這邊一邊是 九十萬啦 我們今天晚上住在這裡算不錯啦 河岸景觀第一排 而且是最前線的第一排 明天早上再來好好拍一下 我們現在是九月天 不是五月天喔 是九月天測試那個 不是測試 我們來到那個台北市的河濱公園 晚上睡覺這邊要不要開冷氣 因為外面很涼快 我還要在那邊 我還要拿毛巫人的面貝 在外面在 對啊 太難了 有一點點 這樣有點過分 不會了 睡覺了 我拿明天再來拍 好嗎 不用怕 我看見你了 你很快 你很快 早上拍我了 早上拍我了 早 好喔 昨天晚上睡覺的地方 不過現在已經太陽了 在冰箱 如果你的左右通風 基本上這裡還是可以是舒適的 看到很長 但是外面的風很大 對 你把後面還好 快點 後面兩個人耍廢了一個早上 現在幾點了 快9點了 睡到8點 躺到9點 對 就躺在這邊耍廢 很涼啊 根本不想起床 超涼的一個地方 你看 這個就是 河壁公園 台北市的 河壁 這叫大家河壁公園 南部的車友 真的嗎 南部的車友可以來這邊 左邊這邊就是 大直橋 然後 對啊 右邊這邊就是 不知道幾號誰門進來 這個就是 大家河壁公園進來 大家河壁公園那個 就加油站進來的那個 那個路口啊 進來的右手邊 然後左手邊就是大家河壁公園 然後在過去的時候就是可以 看到那個圓山飯店 那邊也可以 但是那邊大車比較多 這邊小車比較少 所以建議可以來這裡 你看 有沒有看到 那邊有一排樹 其實可以在樹下子 也OK啦 不過 因為我們這台的 車子的 隔熱非常的好 所以 我們還是 可以在這邊 你看喔 太陽那麼大 只要那邊打開 開 因為那邊太陽紫色 所以那邊用一個 窗簾把它擋著這樣就好了 繼續行 那邊不要上廁所 那邊有廁所 然後 那裡有行動馬桶有沒有 移動馬桶啊 移動式的馬桶在那裡 我要去上個廁所 上完我們要來 離開這邊了 老闆娘在吃什麼 吃 然後 住在 城市路 住在 住在 來到了 北部的城市車廓 建議各位就 不要煮了 因為這邊太多的好吃東西 尤其是在 尤其是在台北市 隨便買都有 而且每一家都很有名 名氣都很大的 小吃啊 這是 涼麵 這一家叫 陳家涼麵 應該不容易幫他解鎖 他在這裡 對 他這裡好好的 而且是 24小時的 對啊 他是24小時 陳家涼麵 在那個 松山區 其實 堅持啊 其實我們 最喜歡吃的涼麵 不是這一家 對不對 我們兩個最喜歡吃的涼麵 在哪裡 不知道 不知道 這那個啊 我以前服務的單位那邊啊 對啊 那家四川涼麵 那個在 中和的菊邦路 不知道有沒有人吃過那家涼麵 那家 我們比較喜歡吃那一家 那家我吃了 我吃了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呢 然後後來 松山這裡 是來這邊服務的時候 來這裡上班的時候 同事吃這一家 我們就跟著吃 原來這一家 也這麼有名 那為什麼 問一下老闆 為什麼 涼麵的啊 賣涼麵的啊 都是 搭配那個什麼 三合一啊 共和味噌跟那個V社 我怎麼知道 涼麵真的只有打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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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好像比較打欸 好像比較打欸 打會滿 打會真打 是喔 對啊 每一家都是這樣子賣的 但是每一家口味都不太一樣 就看你要吃蛋花的還是蛋包的啊 對啊 然後你挑了共和用茶 是啊 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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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賴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沒有利用耍賴時間吃飯 然後利用我們走行程的十二吃飯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換新北吃飯 換新北吃飯 沒有吧 我們今天晚上不是在那個 所以有一個陳大哥約的 在桃園啊 在桃園喔 他們要去啊 我們要先去做別的事然後躺過去 喔 先去另外一個行程就對了 那這兩天就在哪裡 都在市區 都在市區 所以就沒有跑到山裡面去了 欸我們這樣子很厲害耶 上個禮拜在深山野嶺裡面 然後這兩個 這個禮拜全部都在都市裡面 加油 一樣出來睡外面就對了 我覺得河冰真的很好吃 河冰怎樣 可以睡 你不是走到哪裡都可以睡嗎 你知道昨天邁有的是把後門打開睡到天亮了 那更厲害